所以诸真实慧是一切描写的大本 这是大乘佛法 在这个地方特别是指无量寿静 是指净土法门 给你带来真实智慧 为无量人天很好 我们是人天的身份 无量人无量天开真业 我们了解这个死是真相了 不是我们真的的 也不是我们修得的 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 听福所述 听祖四大的世时代代相传 我们信得过 这是个关键 如果你不信 你什么都得不到 信得过呢 你得到了 得到了什么 至少烦恼清了 拥有执着执着亲了 那东西丢掉了 不会很难过 为什么知道全是假的 不是真的 慢慢的你就能看得破 你就能放得下 这就是我们真也开了 知道真忘了 真欲忘了 在教学上就能够得到 真正了解 他不是假的 是事实 凡所有相 且是学 一切法 无所有 必经空 不可得 神能不能得不到 晚上睡觉 睡熟了 别人把你抬走 只不晓得 这真的不是假的 最深不是自己 自己是什么 自己不生不灭 所以我们也不讲 灵性不是灵魂 灵魂迷 它不就 灵性 在佛法里面 佛信 自信 这个是自己 真正自信 不生不灭 具足无量智慧 无量得能 无量向好 你是全知全能 这个全知全能 是宗教里赞美上帝的 他们不知道 宇宙怎么来的 因为上帝创造的 其实上帝是自己 自己创造的 至佛法高明 从惠能大四 这是中国人 距离我们不算太远 才一千多年 给我们说出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这解决了 神圣 统统是自己 自信变现 诸佛菩萨 也是自信变现 阿弥陀佛 从哪来 自信 迷陀 唯心 净土 极乐世界 也是自信变现出来 不是外头有啊 外头没有啊 你要把自信找到了 谁叫大车大物 宁行间线 什么都是现成的 你全得到了 这个东西 你说要不要去 你说要不要紧 事出世间 一切法 没有能跟他相比的 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成佛 无量法门 都能成佛 成佛没有一定的方法 统统能成佛 所以佛说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法门没高下 我们人有高下 人有什么高下 迷惑的程度有高下 有人迷得深 有人迷得浅 迷得浅的人 一听着他就相信 迷得深的人都不相信 他都要慢慢来 一转一转搞清楚 搞明白了 他才相信 所以跟你心不一样 佛开这么多方便门 那 信中 念佛往生 方便当中的方便 可以说是 无量方便门里头 第一方便 我们遇到了 我们有没有善根佛的 有 为什么 没有善根佛的 你不相信 不但相信 我还认为他真有 我还真想到极乐世界去 这就有相当深厚的善根 像福泽经上所说的 这一类的人 在过去 无量节当中 曾经供养过 无量祝福如来 你才有这个善根 你一天就欢喜 就能结束 那这不是 普通人 能做到的 我们拿到这个法门 要在国外 对佛教没有概念的地区 你跟人家 没有一个想象 在中国这个环境 佛法在这里教学 将近两千年了 有相当深的根体 你去问问 有人相信 有人不相信 相信的人少 不相信的人多 所以叫 男性之法 这个男性 不是这一生 要把过去 深深实实的账 统统算进来 这男性啊 有这个底子 有这个基础 那要遇到缘 缘是什么 甚至是 有人介绍给你 你家庭 亲戚朋友当中 同学 同事当中 有学这个法门的 学得不错 他来劝你 你一听就 接受就高兴 善根就生出来了 就发芽了 生出来了 有人听到不相信 万行万语 他有像根 还没有冒出来 所以 要有学习的环境 环境有 人事的环境 物质的环境 让一样 人都不缺 这一生 决定 往生 往生极乐世界 一生 决定 政府 当生 成就的法门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